一名13岁的少年在翻看电脑时 发现了父亲最丑恶的一面 顾念着父子之情 这个男孩在震惊之余 还是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心底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那禽兽一般的父亲 可顾不上什么亲情 一个邪恶的计划 已经在他的心里酝酿了起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杂学馆 我是Jason 今天就要我们了解这样一起 令人胃酸翻涌 拳头钻紧的真实案件故事吧 2012年11月18日的上午 一名叫做Dylan Redwood的13岁小男孩 一脸沮丧的和母亲Ellen 一起来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里的一个机场 他很快就要登机 前往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小城 和自己的父亲见面 一起度过感恩节 两年多以前 因为作为大卡车司机的父亲 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 Dylan的母亲就选择了结束这段 维持了18年的婚姻 Dylan还有自己的哥哥Cory 也都对父亲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在离婚法庭上 他们就都选择了 要跟随母亲一起生活 然后这母子三人就离开了之前居住的家 虽然并没有离开一只生活的科罗拉多州 但是他们也来到了 距离之前的家几百公里外的一个新城市 展开了新的生活 但是根据法律规定 他们的父亲Mark 每年都有权和自己的孩子们 在一些特定的节假日里相聚 如果母亲不履行这个义务的话 就算是违法 所以在之后这一年多里 Dylan和自己的哥哥 都会无奈地飞回原来的家里 和父亲不干不干地度过几天的时间 因为父亲的房子位于一个山谷当中 有些与世隔绝的感觉 父亲Mark又总是喜欢 把妻子还有孩子们的离开 对他造成的伤害和打击挂在嘴边 这就让他的两个儿子和Mark之间经常发生争吵 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再加上一年多前 Dylan和哥哥Kory 发现了父亲的一个惊人的秘密之后 他们就都觉得无法再正视这个男人 或者听他摆出一副父亲的样子 来和他们说话了 所以每次因为法律的要求 而不得不来探望父亲的时候 两兄弟也都是靠着去不同的朋友家玩 来把时间耗过去的 而当时间来到了2012年11月18日的时候 Dylan的哥哥Kory刚好18岁 已经算是成年人了 所以他可以自己决定不再去看望父亲 而此时只有13岁的Dylan 只能够无奈地自己坐上了飞机 前往了以前的家和父亲相聚 从机场出发大厅里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点也不开心 在飞机降落之后 他和母亲报平安的短信里 也附带了一个不开心的表情 在2012年11月18日的下午6点多 当父亲Mark在机场接到Dylan之后 沿途的监控录像里都拍到 父子两人表现得非常的冷淡 中途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在匆匆地吃了一些快餐之后 他们就返回了Mark在山里的房子 很显然 Dylan一分钟都不愿意在这里多待 他询问父亲 能不能去朋友家里过夜呢 在被Mark拒绝之后 Dylan就开始和朋友们发短信 约好了第二天一大早的6点30分 他就会去朋友家里玩 然后在这天晚上的9点37分左右 他给母亲还有朋友们发出了最后一轮信息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联系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 他可能是因为这天的旅途太累 早早地睡着了 所以也就都没有多想 到了第二天的清晨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而Dylan却并没有出现在朋友家 又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Dylan的母亲也注意到 儿子没有如往常一般 给自己发消息报平安 这让他们都感觉有些奇怪了 于是这天上午 他们就开始纷纷地试图通过打电话 或者发信息来联系Dylan 但是回应他们的却只有无尽的沉默 直到这天下午的4点多 母亲Elaine收到了前夫Mark发来的短信 说Dylan不见了 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 已经心绪不宁了一个上午的Elaine 在收到了这条短信的那一刻 就知道小儿子出事了 而且前夫Mark肯定脱不了关系 而按照Mark的说法 在11月19日的上午 小儿子Dylan一直睡到了7点30分 还不愿意起床 于是他就自己出门去处理了一些事情 11点30分的时候 他返回了家里 发现电视被转到了儿童频道 正在播放卡通片 房子的桌子上也摆着一碗吃剩的早餐卖片 但是家里到处都没有儿子Dylan的身影 他在房间里大概看了一圈之后 就发现儿子的手机 背包还有鱼竿都不见了 于是他猜测 儿子可能是出门去找朋友们玩了 然后他就倒在了沙发上 一个午觉睡到了下午1点30分 醒来之后他发现儿子还没有回来 才开始尝试拨打Dylan的电话 在又不紧不慢地耽误了快两个小时之后 Mark才开始出门各处寻找儿子 然后在下午的4点多 他才去了警察局 报告了儿子可能失踪的消息 并且发信息联系了前妻Elaine 在电话里听了前夫Mark的这番说法之后 Elaine觉得纯属胡扯 首先在11月的科罗拉多州的山区 山林和道路都已经被大学所覆盖 白天的气温也非常的寒冷 而Dylan约好了去见的那个朋友的家 足有15公里远 一个13岁的小男孩 怎么可能在不通知大人的情况下 自己靠步行走那么远去朋友家里呢 就算孩子真的不懂事这么做了 Mark作为一个大人 一个父亲 在发现孩子不在家之后 不是应该立刻就应该尝试联系儿子 或者儿子的朋友们来确定他的安全吗 而他怎么会心那么大的 又睡了两个多小时的午觉 才懒洋洋的开始打电话呢 再加上13岁的Dylan 已经开始对邵尔卡通失去了兴趣 他当时最喜欢的是MTV的音乐频道 而且Dylan也是一个比较宅的孩子 对于钓鱼更是一窍不通 他连鱼线要怎么穿都不知道 又怎么可能带着鱼竿离开家里呢 所以Mark所说的 电视上放着卡通片 儿子离开的时候带走了鱼竿这些细节 很大的可能都是他凭空编造的谎言 这也证明了 他对于儿子的爱好还有变化一无所知 想到生死未卜的儿子 Elan一刻也坐不住了 他立刻就带上了自己现在的丈夫Mike 还有大儿子Corey 开车6个多小时赶了过来 当他前往了当地的警察局 确定了儿子已经被列入了当地的失踪人员 并且警方正在跟进调查之后 已经是凌晨的1点多了 但是Elan Corey Mike 三个人 依然马不停蹄地赶到了Mark家附近 顶着刺骨的严寒 开始在附近的山坡 还有树林里搜索了起来 而作为Dylan身父的Mark 却全程都没有参与 不仅如此 Elan他们还发现 Mark家里整个晚上都是漆黑一片 所有的灯都是关闭的 这也非常的可疑 因为按照山区这里的习俗 在孩子没有回家的时候 家长们几乎都会让房子维持灯火通明的状态 以防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家的方向 而Mark关闭所有的灯光的行为 无疑是令人迟冷的 也更加增大了他身上的疑点 在筋疲力尽地搜索了一碗都一无所获之后 Elan把自己对前夫Mark的怀疑告诉了警方 希望他们对Mark的房子进行搜查 但是警方此时依然觉得 Dylan的失踪可能只是一起 青少年因为负气而离家出走造成的意外 之后大量的警察和志愿者 对周围茂密的丛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 几只警犬在Mark家附近一度发现了气味的线索 但是很快的就中断了 警方的无人机飞进了人们难以步行的地点进行拍照 配备了声纳系统的船只 也在几个没有风洞的湖里寻找尸体的迹象 但是九天时间过去 依然没有发现任何Dylan的踪迹 这时警方终于决定对Mark的家里进行搜查 然后警方就在客厅的地毯上发现了一些微小的血迹 DNA显示这些都是Dylan的血 但是Mark的新女友则向警方说 这些都是Dylan在一年前削铅笔时割伤了手指而造成的 警方在听了之后也就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了 总之此时警方的想法应该是 在没有确定Dylan是生是死 以及找到她的遗体之前 是很难进行下一步行动的 可惜的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时间来到2012年的12月之后 所有的搜索行动就只能够暂停了下来 警方的搜索虽然停止了 但是母亲Elan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努力 她和大儿子Cory利用社交媒体 开始悬赏Dylan下落的线索 她开始组织社区的志愿者 举行为Dylan起伏的聚会 但是对于所有这些寻找Dylan的活动 作为父亲的Mark却表现得非常的冷漠 也完全没有来参加过 这就更加激起了Elan的怒火 于是她开始公开的指责 前夫就是造成儿子失踪的凶手 而Mark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 也反击说妻子才是儿子失踪的原因 之后在Elan的不断要求之下 警方对她还有Mark分别进行了测谎 测试的结果是Elan高分通过 证明她说的是真话 而Mark则以惊人的低分被证明是在撒谎 但是因为测谎结果并不能够成为法庭上的有利证据 所以警方依然无法拒此 对Mark采取任何的措施 而Mark也不断对媒体表示说 自己是被有故障的机器 还有不专业的测谎人员给坑了 很快的这起案件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注 Elan和Mark两个人也应邀参加了著名的访谈节目 菲尔医生Dr. Phil 在节目当中 这对前夫妻再一次唇枪舌剑的 互相指责对方应该为小儿子的失踪而负责 面对镜头 Mark更是信誓旦旦的说 自己真的想再做一次测谎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没想到节目主持人菲尔医生也是有备而来 他当即表示说 自己已经邀请了测谎方面的专家 带着全套设备来到了现场 你Mark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 那干脆我们就当场来测试一下吧 此话一出 Mark立刻就怂了 他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以自己没有睡好 担心仪器有故障等等的理由进行推托 哪怕是菲尔医生努力的劝Mark 说如果他真的对儿子的失踪没有责任 那么做这个测谎不仅能够还给他清白 更能够让警方减少在不必要的地方花费精力 去更有效的寻找低冷之后 Mark依然坚持不愿意做测试 他的这番表现也引起了在现场的测谎专家的不满 他表示说 自己已经为数百名孩子失踪的家长进行过测试 没有任何人表示过拒绝 这番话基本上就差把凶手两个字 刻在Mark的脑门上了 但是他依然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 终于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2013年的春天 冰雪开始渐渐消融之后 警方的搜索再次的展开 在2013年的6月25日 警方在距离Mark家11公里远的密林深处 找到了失踪的Dylan残缺不全的遗体 可惜的是 因为遗体的腐败 还有头部的缺失 法医无法确定Dylan的死因 究竟是因为意外 也受袭击 还是人为的罪行 所以在死因一栏 只能够写上了待定 但是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 在得知Dylan遗体被找到之后 他的母亲和兄弟都表现得悲痛欲绝 但是父亲Mark却是一脸的淡然 此时当地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都已经认定Mark就是本案的凶手 但是在能确定Dylan的死因之前 警方依然无法采取任何的行动 就这样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两年多 在2015年的11月11日 一名徒步旅行者 在一个山坡上 发现了Dylan的头骨 至此 这个可怜男孩的遗体终于被找权了 而且很快的法医就确定 在Dylan头骨上的两处伤痕 并不是来自于野兽的啃咬 而是顿气击打造成的 然后法医就把Dylan的死因 从无法确定改成了凶杀 而警方也立刻第二次对Mark的家 还有车进行了搜索 这次他们掀开了地毯 然后在客厅地毯下面 发现了一大滩血迹的残留 带来的专门的寻找尸体气味的探湿权 也对Mark家里的一个角落 以及Mark汽车的后备箱里发出了信号 然后在2017年的夏天 警方终于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然后就对Mark发布了逮捕令 很快的正在开着货车 在华盛顿州运输冷冻食品的Mark 就被当地的警方逮捕 并且被押解回到了科罗达多州 然后检方就以二级谋杀 还有虐待儿童的罪名 对Mark提起了诉讼 对此Mark表示并不认罪 而办案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也表示 他们根本就不觉得意外 因为Mark就是一个自恋的疯子 哪怕是铁一般的证据怼到他的脸上 他也永远都不会认错的 之后这起案件的审判时间 被推迟了整整十次 直到他被捕的四年之后才开始 其中自然是有全球疫情的影响 但是还有一次 是因为负责给Mark辩护的律师 本人因为家暴而被捕 才造成了审判延期 也只能说 真是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让人无语啊 总之在2021年中 针对Mark的审判开始了 法庭上很多名证人出庭作证说 在警方最初发现Dylan的遗体之前 就曾经看到过 Mark开着车 多次进出那片人际罕至的山区 因为觉得事有蹊跷 致命目击者 还在沿途安装了摄像头 并且把影像都提交给了警方 还有一名证人说 在警方发现Dylan无头的遗体之后 Mark就开始说 他知道儿子是死于头部的钝气伤 但是当时就连法医都无法确定 Dylan的死因 他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而最令人震惊的 无疑就是Mark的大儿子Corey 在法庭上给出的证据 并且做出的证词了 因为这份证据 不仅揭示了Mark身上 一个惊人的秘密 更加解释了 Mark做下这起案件的动机 原来就在Dylan失踪的一年前 他们兄弟两人 曾经跟着Mark进行过一次旅行 在旅馆里使用父亲的笔记本电脑时 他们在当中发现了一些惊人的照片 那是浓妆艳抹的Mark 穿着女性内衣 对着镜头搔手弄姿 还有他在这种装扮之下 大口的从一片尿布上 吃排泄物的照片 因为照片实在是重口 就不在这里展示了 心里强大的朋友们 可以用关键词Mark Redwin 在谷歌上搜索 在看见了这些照片之后 兄弟俩都惊呆了 他们带着电脑跑进了浴室 然后用手机进行了拍摄流档 而这个发现 也让兄弟俩彻底失去了 对Mark这个父亲的尊敬 之后在一次争吵当中 当Corey提到 他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 他能够看出父亲Mark的震惊和愤怒 但是当时Corey已经是一个 马上就要成年的撞小伙了 所以Mark并没敢对他怎么样 但是当面对仅仅只有13岁的小儿子的时候 Mark的怒气终于无法克制的爆发了 检方说很显然的 在2012年11月18日的晚上 Dylan在和父亲的争吵当中 也提到了这些照片的事情 然后慎怒之下的Mark 就对着小儿子下了毒手 然后他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 在客厅里对儿子的遗体进行了处理 又清理了现场 之后他分次分批的 把Dylan的遗体丢弃在了不同的地点 因为Mark的家和外界几乎是隔绝的 他又整整一晚加上一个上午的时间 来清理现场 所以警方在最初对他家进行搜索的时候 才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证据 而且从Mark在案发之后的言行就可以看出来 他对于儿子的安全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担心 也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搜寻活动 他把全部的经历都用来编造一个个的谎言 企图来误导警方的调查 当然Mark的律师也距离力真的为他进行了辩护 他说警方在Mark家里发现的血迹非常的少 如果他真的是在家里杀害了Dylan 并且进行了后续的处理的话 现场绝对不可能这么干净 至于Mark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也只是他自己的一些不会伤害到别人的私密爱好而已 检方以此作为Mark行凶的动机 完全是出于警方对Mark的歧视和意测败了 不仅如此 律师还质疑了法医的专业判断 他说法医在检查Dylan的头骨时 曾经失手把他摔到了地上 造成了一些损坏 而这么粗心的法医 也是很有可能把野兽造成的伤害 误认为是顿气伤的 而且在开庭之前 不管是媒体还是警方 都对大众进行了诱导 所以陪审团此时对Mark已经产生了偏见 所以这次审判也是不公平的 不过和辩护律师那慷慨激昂 侃侃而谈相对的 Mark在审判的全程当中 都表现出一副百无聊赖 事不关己的态度 没有任何的悲伤 也没有任何的悔恨之情流露出来 最终在商议了六个半小时之后 陪审团一致裁定 Mark被指控的二级谋杀罪 和虐待儿童的罪名全部成立 到了2021年的10月 在宣读判决之前 法官气愤的对Mark说道 作为一个父亲 你本来应该用生命来保护自己的孩子 但是你却做出了如此残忍的罪行 简直是令人发指 然后就判处了他48年的监禁 这对于已经60岁的Mark来说 也相当于是无期徒刑了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要看到更多 大尺度的真实案件故事 还有黑暗奇闻 也欢迎您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再次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